大家好 这期节目我们来聊一下中国农村竞烧节感这件事 这个事情尽管发生在农村 但是对中国的影响非常大 那么今天我聊的话题 我认为这件事情也跟中共的脆断有关系 我最近特别关注中共这面有关脆断的这样的一些消息 那么今天讲的这个消息也许跟这个也有些关系 这个是啥情况呢 就是长期关注中国新闻的人应该知道 中国已经有十多年了 净烧节感 这个农村不让农民烧节感 这个把农民整的是没有办法 那么到现在终于有一个地方的地方政府 开始抵制中央这个政策了 就是我们这可以烧节感 只要你认为这个节感里头带有病虫害 你就可以烧 可以说在全国率先打响了粉烧节感 第一枪 这个是打破了中共十几年来的经历 从今年过春节啊 有的地方开始放鞭炮呀 我就给大家说了 你不要看它是放鞭炮 它是突破了一项政策法令 但是很多人呢 还不以为然 认为啊 这只是一个放鞭炮的问题 因为很多人呢 不像我这样啊 到底是学过一些法律 这个法律啊 它一旦被突破以后 它的权威性就不在了 既定法律法规的这个阶级的权威性啊 也随之又不存在了 那么我们现在来看这个粉烧节感这个事情 现在广西贺州地区 就是率先打响了第一枪了 为什么网民给了它这么高的赞誉呢 说它是率先打响的第一枪呢 因为全国的农民啊 被这个劲烧节感啊 坑了这么十几年 现在终于有一个地方政府啊 良心发现 突破了中央的政策 让农民放开去烧 对不对 所以你想啊 这个事情虽然只发生在贺州 但是在全国的这个影响啊 非常大 你要今天上网去看呀 网民对广西贺州这次的举动呀 真是给了大大的赞 那么我们来说一下这个粉烧节感啊 这个到底是怎么开始的 实际谁都知道啊 老百姓种地这么几千年来啊 这个节感都是粉烧的 因为这个粉烧节感啊 有众多的好处 首先是把这个病虫害啊 随着这一把火也就烧干净了 然后大家都知道啊 这个粉烧节感产生的草木灰啊 是种庄稼的一个好肥料 这个对农民啊非常重要 而且这种粉烧的环田呢 它是一种自然的现象 农民的负担也最低 然后农民获得的益处呢 也是最大 同时在竞烧节感之前呢 农村做饭 还有冬天生活暖炕 都是用的节感 而且有一部分节感呢 还能饲养家畜 可以说这个节感啊 以前在农村呢 它不是个废物 它是一个宝 它能给农民带来很多的益处 但是这十多年啊 随着中共推行这个 净烧节感 这个啊 把农民给卷惨了 那么净烧节感最早 是由谁提出来的呢 现在网上啊 传说是这样一个人 他的名字叫王八蛋 这个让人听了以后 觉得是骂人一样 王八蛋 那么我现在开始 也不相信是王八蛋 然后我上网去查啊 还真有一个人叫王八蛋 这个网民一致认为呢 粉烧节感最早提出来的专家呢 就是王八蛋 我们看一下这个介绍啊 第一个提出禁止粉烧节感的专家 叫做王八蛋 北京大学的环境物理教授 常年生活在城市里头的人 竟然觉得比常年与田地打交道的人 更了解农业 所以他提出了这一方法 由此呀 开启了在中国农村呀 十多年的禁烧节感运动 那么这个北大教授王八蛋啊 我怀疑这个人呢 是一个杜撰出来的 但是你上网去说 有关王八蛋的文章呀 还挺多的 那么我们就全当有这么一个人啊 这个人的名字呀 叫王八蛋 这个拔呢 就是拔出来的拔 丹呢 就是那个丹田的丹 但是让人一读呢 就是读成了王八蛋 确实他提的这个政策呀 也就是王八蛋政策 而且他的理由呀 非常简单 他当时就说呀 粉烧节感啊 会污染环境 粉烧节感这个烟雾 产生了这个PM2.5 然后会对这个大气呢 造成污染 特别是在这个城郊啊 每到粉烧节感季节呀 到处搞的是污烟瘴气 所以农村不准烧节感 我们要推行节感还田 这个是王八蛋教授啊 最初提出来的议案 那么这个议案通过以后呢 就把这项工作呀 下到了各地环保局 这个成了一个重中之重的工作 当时在农村抓这个粉烧节感的时候啊 那个政策啊 跟当时计划生育那个啊 都有点像 那就是你粉烧节感 立刻就把你抓起来的 同时还要进行重重的处罚 而且每到秋收季节啊 各个部分是协同作战 确实啊 下了很大的功夫 我当时有个朋友啊 就在这个环保局工作啊 每年到秋季的时候 就是到周边这个郊区啊 抓这个粉烧节感 那么节感不让烧了 这个专家提的建议是啥呢 就是把这个节感粉碎啊 然后离地的时候呢 把这个节感再埋到土里头 每期名言叫节感还田 他们讲的非常好 说这个节感呀 埋到土里头以后啊 他就通过这种腐蚀呀 又变成了肥料 说是对这个庄稼呀 有好处 这是当时专家讲的 那么这样的话 首先就给农民啊 增加了一个负担 就是农民啊 你得买一个机器 然后把这个节感打碎 然后把它离到地里头 那么这个 谁在农村待过的人都知道啊 像这种节感打碎以后 你离到地里头 它根本没有办法腐烂 就是你做一个堆坟 你也要专门把它埋进去啊 肯定要埋很长时间啊 才能腐烂 那么实际农民耕种的时候 是把这个庄稼收完以后 节感一粉碎 然后地离完 紧接着就播种了 它哪有腐烂发酵的时间呢 对不对 所以九二九十日啊 就在这个土下面啊 形成了一种 由碎节感造成的一个土壤层 这个土壤层啊 根本不利于庄稼生长 最重要的是啊 你节感粉碎的时候 它上面带的这些病虫害啊 并没有得到消灭 它又被埋到土里头去了 第二年 这个病虫害杂草就会更多 而且这样子反复离离后呢 这个土地变得是越来越贫瘠 那么农民种地的成本就更大了 因为它要施更多的化肥 它要打更多的农药 所以啊 有的农民说呀 这些专家啊 就是给农民挖的坑 就是跟一些资本绑到一块呀 想卖化肥 想卖种子 想卖农药 也许是这样一个套路吧 那么紧接着呢 前两年搞环保呢 又是把农村的土造给拆了 不让用柴草节感做饭了 就是你必须用这个天然气 那么多余的节感 农民就没有办法处理 包括这几年农村是净养牲畜呀 你养猪养养都不让你养了 那么这些多余的节感啊 就没有办法处理 那么怎么办呢 藏哪堆呢 农村哪来那么多空地呢 所以呀 就往这些废弃的河沟里呀 灵带里呀 到处去撂节感 把农村环境啊 凡是搞得一塌糊涂 那么这里头又隐藏了一个巨大的危机 这次在河北发水的时候 大家就发现 很多河道呢 就是因为里面有过多的这种节感类的东西 它被洪水冲下来以后 马上把这排红局就堵塞了 所以它就造成了这种排红不畅嘛 就引发了水患 就是有关静烧节感这个啊 完全是一个坑农政策 我就不知道 它怎么会在中国推行十年 把农民搞得现在都是不想种地了 所以这次广西的贺州呀 我认为这个领导啊 是一个很有良心的领导 他肯定是看到了农村的情况 也听到了农民的呼声 所以呢 他就把中央的政策突破了 今年我这放开烧 大不了上面有问题来找我嘛 对不对 我相信做这个决定的干部啊 肯定也是做好了相应的准备 就是等着你上面来向我问责吧 实际我们想想啊 这个政策呢 也是地方对中央政策的一次突破 如果说紧接着各地都这样去做的话 那么中国的一项法律法规呀 又被地方政府给突破了 这就是对中央权威的一个挑战嘛 这就是将来脆断的一个征兆嘛 如果有更多的中央法规法律被突破了 那么是不是中央在地方的权威性就被削弱了 这个时候是不是就是地方势力崛起的时候 中国每一个朝代的末期不都是这样的吗 是中央的权力衰落 然后地方权力崛起 所以这个事情啊 确实也值得大家关注 那么这两天啊 有关中国这边公务员发不出工资的消息啊 是越来越多了 包括像南京这样的地方 据说有的单位里头的 已经发不出工资了 南京是一个比较富足的地方呀 那么全国还有那么多边远地区 假如说这种情况越来越多的话 你中央还怎么统治地方呢 就跟我们以前办企业的时候嘛 我们给别人发工资的时候 人家是我们的员工 人家见到我们教育经理 对不对 当你给人家不发工资的时候 谁理事你呢 实际想想啊 国家的统治也是这样的 一旦到某一天 你连你维稳队伍的开支 都没法支出的时候 你就是瞬间脆断的那一刻 好吧 这期节目呢 我们就聊到这 假如说您是第一次观看本频道 请点击订阅 假如说您喜欢本视频 请点赞分享 感谢大家观看 谢谢